第182课 我愿安静片刻回归家园 首先看到第一段的第一句 你好似活在其中的世界并不是你真正的家 看上去 作为一个人 世界是我的家 其实呢 我不是这个角色 我是披上了身体的戏服 披上这件外衣 过来扮演这个角色来了 我在这个世间呢 是打游戏来的 是体验来的 我是灵性 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第二句 你的心明明中知道这一事实 不知道哪儿啊 带着这种感觉 即便是在时间 抓取到了 感觉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这种幸福感 恐怕稍纵即适 不知道哪儿啊 不确定 感觉这颗悸动的心啊 不管在时间怎么样抓取 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安定下来 我们其实知道的 我在这个世界是找不到所谓的归属感的 找不到所谓真正的平安的 第五句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 足以让你肯定 自己是被放逐到这里来的 我们找不到证据 科学也证明不了 我们所有的 在世间所体验的一切 都是自己选的 但是呢 坚决不能想起来 做下的这些决定 牢牢的 死死的 压境前一世 绝对不能想起来 如果 我还能想起来 是我先做了一个决定 外边才这么出现的 等同于说 小我为我们营造 旺造的这一个世界 就要传统了 所以我们找不到任何的证据 证明自己是被放出来的 尽管 冥冥之中 我们都知道了 带着这种感觉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这世界不是我们真正的家 尽管 在这个世界 找不到归属感 是一种伤痛 但是在小我的驱使下 为了 让这个世界不要穿包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 所谓的逃避这种伤痛 我们看看 世界人都有什么办法 让自己 像那个 把脑袋埋进 沙子里的大白鹅一样 什么都不知道 假装 什么都不知道 比如说第二句 有些人终日 沉溺于游戏里 企图回避那些伤痛 这里说的游戏 不是我们打电子游戏 而是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 这个场景当中 忙忙碌碌 所做的一切 这都是游戏的选项 但电子游戏本身 也是游戏的选项之一 直播这里说的 不是电子游戏 当我们忙忙碌碌的时候 潜意识的那些声音 没有什么机会冒泡 这就是一种逃避方式 我们可以不去听它的 大家考虑一下 忙碌的忙是怎么写的 左边一个树形旁 右边一个死亡的王 我们真正忙的时候 我们陷在这个世界里 躲在这个世界里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死的 心亡 忙 第三句 有些人根本不承认 他们的悲伤 连自己的眼泪都认不出来 这个是 经招有酒 经招有酒 经招醉 及时行乐派 强调快乐的部分 仿佛可以压抑 悲伤 仿佛悲伤 可以不存在 第四句 还有些人 声称我们所说的这一切 都是幻觉 最多 只能把它当成一场梦 这又是另一个派别 叫什么 叫假作真实 真与假 当我把这个幻觉当真的时候 真声音 真音出来的时候 我把它当一场梦 这就是我们 逃避 找不到归属感 这些伤痛的 办法 然后看到第三段的第二句 它漫无目的地 寻寻觅觅 想在黑暗中 找出它不可能找到的东西 它甚至不清楚 自己在找什么 这里的黑暗 这就是世界 我们遇到问题了 就在世界里找答案 那世界是什么呢 世界是投影员形成的像 我们在投影的像上 找答案 显然啊 答案根本就不在像上 答案在哪 答案在投影员那 二元无解 解在一元 小我告诉我们的方式 永远都是在 没有答案的地方找答案 永远找不到 去看 不要看见 去找 不要找到 这就是小我的套路 它甚至不清楚 自己在找什么 我们不知道在找什么 我们不知道问题出在 不知道 自己的真实身份 那么自然 不知道上哪 去找自己的真实身份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清楚 自己在找什么 有问题在哪 都不知道 那么怎么找答案 第三句 他造过千百个家 没有一个 安抚的下 他动荡忐忑的心 千百个家 这个家 不是原生家庭 这个家这么简单 可以是家庭 也可以是社会团体 是学校 是班级 是公司 是俱乐部 等等 或者呢 是我们百千万节当中的 所谓的家 非常广义的 我们找的这些 全部都是在 投影的项上 去找 归属感 那么请问 哪一个 能找到真正的 归属感 来安抚我们 动荡 忐忑的心 这是第五句 他真正在找的家 不是他所造的 出来的 我是灵性 那么所谓的家 是什么 是空性 是上主的天国 那上主的天国 不是圣子造出来的 是上主造出来的 第七句 他自己营造的一切 结果都成了地狱 小我营造出来的 都什么呢 这个世界再好 再发达 再养生 都有生老病死 成住坏空 那么 有死亡的地方 我们只能把它 比喻成地狱 接着第四段 第一句 你也许会认为 你迟早会寻回 你儿时家园的 这个儿时家园 是一个比喻 对应的是 第三句当中 出现的神圣小孩 不是说我们 生而为人 小时候那个家园 不是那个 第二句 那曾经庇护过 你童年生去的家 如今只剩下一个 时针的记忆 这就说明了 那个家园指的是什么 指的其实就是天国 但天国对于我们 认为分裂已经成功 在世间流浪的 这些个神志不清的 圣子而言 只是一个失真的记忆 后半句 过去那一切 其实不曾发生过 强调分裂 不曾发生 第三句 你内却有一个神圣小孩 正在寻找天父的家园 这小孩知道自己在此 是个异乡人 而这个神圣小孩 就是我们内在清明的 那个部分 圣子清醒的 那个部分 寻找天父的家园 指的就是天国 这个部分知道 他在世间 是异乡人 他不属于这个世界 他只是在这个世界流浪 只是在这个世界 穿上一件西服 打游戏 然后看到第五段的第一句 你内在的神圣小孩 就是天父深知的圣子 这话有言下之意啊 我还不是天父 深知的圣子 我内在的神圣小孩 才是天父深知的圣子 怎么回事呢 天父上主 只知真不知患的 他不知道他的孩子 做一个梦 入梦了 也不知道他这个孩子 梦见的到底是什么 他只知道他的孩子 在他身边 从来没有离开过 这就是这句话的声音 我们的内在神圣小孩 是天父深知的 至于我为自己 营造的自我意想 天父根本都不知道 然后看第三句 他回家的渴望 如此之深 一刻不停地 呼求你 让他安息片刻 也就是我们内在 清明的部分 我们内在的这个神圣小孩 渴望 回家 渴望自己的天父 他一刻不停地 在呼求 这是我们不听他了 第四句 他只要求 片刻的歇息 给他一点时间 再度呼吸一下 天父家里 神圣清新的空气 说的可怜巴巴的 这叫片刻的歇息 这片刻的歇息 从哪来 我们践行真宽数 神圣一刻 对于他而言 对于内在的 这个清明的部分而言 对于这个神圣的小孩而言 就是片刻的休息 就是回天父家里 透透神圣的 清新的空气